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那这节课呢 我们再来看两种继承 这样的一个案例 首先呢 在之前我们讲的所有案例 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 是不是都是在这些对象的构造器中 引入了其他构造器中 继承而来的属性 那实际上呢我们其实也可以不使用那种 构造器 那直接来使用我们这个对象字面量的 一个形式来实现我们的继承 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呢还减少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输入 那像在我们的加碗呢或者PARP中 我们都是通过谁啊 通过类定义来构建不同之间的一个继承关系的 那传统意义上的面向对象呢 其实也都是这样来实现的 那在我们的GS中呢是没有类的概念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 但是呢我们经常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构造器函数来当作我们的类 因为这两种方式呢 是不是也是最接近的呀 对吧 而且呢在我们的JS中也提供了像我们的New操作符 那这也使得我们的JS像和我们的Java这样的语法也比较相近 但无论如何呢 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要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对象字面上来啊 对吧 那像我们之前使用的这种Child-type New parent这样的形式 那是不是也是我们这里边的Child的构造器 是从我们的既成的既成来的 但对象本身呢 是不是通过这个New parent来实现的呀 就我们之前的例子都是这样来做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抛开这样的一个构造器 我们直接在对象之间来形成这样一个既成关系 也是可以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21 例子也比较多啊 obj extend 那首先呢我们来创建这样一个空对象 当作我们的画板 接着呢再往这个空对象上来添加属性 我们可以生命一个o 等一个空对象 接着呢我们再往这个对象上来添加这个属性 那我们可以来封装这样一个方法 来拷贝我们的属性的extend copy 和我们之前的拷贝属性一样 那在这里边呢需要接到这样一个副对象 那同样的我们来生命一个子对象 也是一个对象 我就写缩写的形式了 便利一下vr1p 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将副对象中的属性 拷贝给我们的子对象中 再往下呢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子对象的 优贝属性指向我们副对象的一个原型 指向我们的一个原型 接着返回这个新对象就可以 那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属性拷贝 也是比较简单的这样一种模式 但是呢在使用率上还是比较高的 那像我们的JQuery早期的版本库中 都是使用这种模式 那有兴趣的同学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 那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生命这样一个shape对象 还拿这个shape为例 内下一个shape 等于一个对象资源量的形式来创建这个对象 像里边有name 对应的也是shape 接着有toStream 使用的是一个函数 function return一下 类似.name 没问题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旧对象 来创建一个新对象了 那我们是不是只用调一下 我们刚才 封装的这个extend copy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会返回这样一个新对象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新对象 进行一个扩展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VR一个2d shape 等于extend一下 copy 我们这个shape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对这个2d shape对象进行一个扩展 点一个name 等于一个rd shape 添加这样一个属性 再往下呢我们还可以来 重写我们的这个toStream方法 也可以 点一个toStream 等于一个function return一下 类似.uber 访问一下我们负类的这样一个toStream 接着再拼声一下 杠杠 杠杠 再拼声一下类似.name 这是我们的2d shape里边的toStream 好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再来创建一个trigger 让它继承我们的这个2d shape function trigger 同样的 同样的让它继承我们的这个2d shape vr一个trigger 等于extend copy 2d shape 好没问题 接着我们来设定一下trigger 点 name 等于一个trigger 接着再来设定一下 它的得到trigger 得到面积的这个方法 点一个get air 等于一个function return一下 类似.side 用到的一个side 包括类似.height 除以2 那用到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trigger对象来添加我们的一个side 包括height 可以通过trigger 点 side 假如说我们设置为5 trigger 点 height 设置成10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我们想得到它的面积 来试验一下 直接通过trigger their getair 就可以了 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得到 得到了 25 没问题 是不是已经得到了 那看到这个结果是没问题 但对于这种方法来说呢 我们是不是每次都需要来设定这个side 和height 对吧 必须在手动来设置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也可以通过像我们prp中 是不是可以有构造函数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构造函数的形式来解决 当我们有这个对象的时候 直接会调用我们的构造函数 完成这样一个初始化 来设定一下这个属性 也是可以的 那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来使用什么呀 来使用一个 像我们的extend 它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前拷贝的形式 我们还可以使用 一直对应的一个深拷贝的形式 也能实现这种效果 但是深拷贝呢 和前拷贝是有区别的 像我们的深拷贝呢 就等同于修改了我们一栏的对象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俩的实现效果差不多 只是一个地规的拷贝 就像我们这个 PV中的地规 或者说像数组中 我们统计数组的元素 假如说这个数组的值 还是一个数组的话 这时候地规的去统计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来判断一下 一个是我们的负 一个是我们的值 来生命一个C 如果你传这个子对象了 就用你传给我的 否则呢 生命一个空对象 接着来辨理一下 VIR一个I 一P判断一下 这个P里面的I 它的类型 是不是我们的对象 If type of P里面的I 如果要等于等于 我们的object 代表是一个对象 这时候是不是要进行 深度拷贝啊 是一个对象 我们还要继续的来拷贝 那否则的话 直接不是对象的话 直接把我们P中的属性 付给我们的I中的属性 就可以了 把负对象的属性 拷贝 给我们的这个子对象 那如果是的话 在这里面 我们还要加一层判断 判断一下 P里面的I 是不是数组 可以通过它的构造性 如果等于等于 和Rate的话 代表的是一个数组 那此时呢 我们使用那种 算阴算复的形式 把它以数组的形式来显示 否则呢 就是一个对象 接着 把它付给我们的 C里面的I 就可以了 那现在还需要 D规的进行调用 再调用一个Deep Copy 接着P里面的I C里面的I 这样的效果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 深度的拷贝 和我们的浅度 就多了一层判断 接着呢 D规的去调用就可以了 深度拷贝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可以再来 声明一个对象 Parent 等于一个 在这个对象中 我们可以包含一个数组 假如说Numbers 对应的是一个数组 1 2 3 4 1 2 3也行 没问题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通过深拷贝和前拷贝的一个区别 首先我们来声明一个 VIA一个MyDeep 代表一个深拷贝 通过Deep Copy 来拷贝我们的一个对象 Parent 那只传了这样一个三数 那我们的子对象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空对象 没问题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一个前拷贝 显示一个MyShadow Shadow 等于一个 Extend 拷贝 前拷贝 接着我们来改变一下 这个Number 我们先通过深拷贝的形式 MyDeep .Numbers .Push 向里面添加几个元素 添加一个4 添加一个5 添加一个6 这时候呢 我们来得到一下 Consult.Log一个 MyDeep.Numbers 来试验一下 那得到的结果 深拷贝的话 第57号 MyDeep.Numbers .Numbers 这个Object 如果是的话 我们进行地规的调用 那否则的话 我们没有反过这个对象 没有反过这个对象 Return C 接着来试验一下 对 得到的是 123456 这是深度的一个拷贝 那接着再看一下 我们通过 Parent 来访问 这个Numbers 这里边的这个值改变了吗 Parent 第二 Numbers 得到的 也是 我们的 是什么呀 对 123 123 来看一下 那如果通过前拷贝的话 这时候 它的值就已经变了 这是深拷贝和前拷贝的一个区别 那此时呢 我们再通过 MyShadow 点 Numbers 点 Push 再添加一个 7 添加一个7和8 789也行 好 此时再来访问一下 Consol 点Log 给一下 MyShadow MyDeep 第2 Numbers 来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 123 456 是不是还是这个值啊 对吧 那接着你再看 Consol 点Log一下 Parents 第2 Numbers 自时这块就变了 应该是 123 456 789 Parents Parents 好 123 789 123 789 对 没问题啊 我们是通过 MyDeep 点Numbers MyShadow 点Numbers 看一下 MyShadow 是一个什么拷贝 对 前拷贝 MyShadow 点Numbers 来看这 123 789 下面这个 是不是也是 123 789啊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样是我们的 深拷贝和 前拷贝的一个区别 前拷贝的一个区别 那在我们的 JQuery的新版本中呢 我们的继承关系 都是采用这种 深拷贝的一个形式 深度拷贝的一个形式 那有兴趣的同学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JQuery 新版本的一个圆码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深度拷贝 要区分 它和你前拷贝的一个区别 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